同学你好,我是中山大学旅游学院老师曾国俊,欢迎来到收益管理的课程,本节课主要与你一起来了解收益管理的发展过程。 收益管理最早出现在美国的航空业,其发展的历史背景主要分为四个方面。 第一,宏观政策方面,航空放送管制是收益管理产生的导火线。 1978年,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了航空放送管制的法律,宣布航空公司可以自己决定航线、起飞时间和价格。 从1979年到1984年,新出现了一批航空公司,航空公司的数量从1978年的19家增加到1984年超过400家,其中一些小型的公司实行低成本、低价格战略。 1992年发生了航空血战,整个行业共卖出4.7亿张折扣票,损失20亿美元。 第二,计算机定做系统是收益管理实践的依托。 航空行业的收益管理技术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利用多级票价结构增加航班收益。 第二个阶段,利用流量控制使得航线网络收益优化。 第三个阶段,利用剩余座位增加航班收益。 第三方面,与管理思想发展的一脉相成。 收益管理思想是原有运营管理方式的自然发展和延伸。 第四个方面,特殊的市场互换特殊的管理方式。 也就是说,从艺术到科学的转变,从早期的依赖经验转向高级收益管理工具。 如果缺少收益管理方法,没有航空公司能够生存下来。 收益管理思想蒙发于20世纪70年代初对航班进行的差异化销售。 面对同样的票价,人们一般不会早起搭乘飞机,因此早班飞机常常面临空机的局面。 面对这种情况,1972年,英国海外航空公司推出一种称为早鸟价的不可变坑折扣优惠价格来刺激人们对于早班机的购买。 而第一个真正意义上使用的收益管理的航空公司是美利坚航空公司。 美国航空管制的取消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收益管理。 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民航委员会允许公共租赁。 1977年,为了缓和公共租赁的竞争威胁,美利坚航空公司推出了票价超级节约者计划。 1985年,美利坚航空公司公布了终极票价超级节约者。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美利坚航空公司的收入增长了14.5%。 在动态库存优化和维护优化的容量控制基础之上,美利坚航空公司继续通过预测库存控制以及超额预定进行收益管理。 另一个使用收益管理的航空公司是美洲航空公司,它一直致力于其四伯计算机系统,也就是半自动化商业研究环境系统的完善。 第二,美洲航空公司开发了收益管理系统DINAMO动态库存和维护优化。 这一开发过程分为了三个阶段。 其一,1966年四伯计算机定做系统完成,为座位控制的优化拔下了基础。 第二,1977年,美洲航空公司向市场推出超级节省的折扣票,拉开了收益管理的序幕。 第三,1978年,美洲航空公司放松了对航班和价格的管制,全面实行收益管理。 同时,应酬学是解决收益管理问题的有利工具。 美洲航空公司的决策技术部门专门提供应酬学模型,模型变量约2亿5千万个。 在航空业以外,对收益管理做出首次尝试是万豪国际集团。 20世纪80年代,万豪寻求一种能够适应酒店战略和结构的收益管理系统,并将其称之为实践性收益管理。 万豪还专门设立了一个收益管理机构,投资建立了一个能为万豪旗下所有酒店的客房提供每日需求预测和库存建议的自动化收益管理系统, 创造了一个与航空业飘级超级节约者相似的围栏价格,根据需求对价格敏感的细分市场提供有针对性的折扣。 另外,为了解决由于顾客住店时间长短不定所带来的困难,万豪建立了能够预测顾客预定方式、房价与顾客住店时间的万豪需求预测系统来优化房间供应。 通过对收益管理的成功执行,万豪国际集团实现了年收入增长1.5亿到2亿美元的目标。 收益管理的成功经验逐渐实现了从点到面的应用,收益管理在联合包裹的应用,最开始是源于折扣管理。 联合包裹公司创建了一个被称为激励管理系统的企业范围内的工具,用来收集10万家商业客户的收益数据,监督和实施有关折扣的决定和合同的管理,执行以及遵守。 随着竞争加剧,联合包裹串立了一个定制化的投标项业模型,根据历史数据来预测在不同的价格点赢得业务的概率。 这个系统称之为目标定价法。 借助目标定价法,万豪系统引进了团队价格优化法,将每个统计得出的市场细分导入价格弹性模型。 除了航空业和酒店业等意识性库存,收益管理也在非意识性库存的行业里面得到了应用。 面对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经济衰退,福特公司开始重新评估自身业务的运作。 当然,直接套用航空公司、酒店和汽车租赁公司的收益管理应用是不切实际的。 福特公司认识到地理位置、车辆类型和产品配置等因素会影响汽车客户的价值感知。 因此,想要在广泛的产品线和辽阔的地理市场中了解客户偏好的范围,需要大量的数据收集、分析以及实验。 于是,福特公司创立了一个收益管理机构,预测不同的细分市场对于不同的基地价格的反应,制定了一个根据产品和地区来获取最佳基地的方法。 在了解收益管理的发展过程之后,我们接下来讨论收益管理的发展前景。 这里我们总结以下三点。 第一,通过无约束需求预测,实现收益管理与风险管理的统一。 收益管理很可能进军热门的金融服务业。 收益管理先进的分析方法,在帮助银行等贷款方理解客户细分,以及针对不同客户细分,提供更准确的贷款率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 第二,未来收益管理必须将供应链纳入到定价体系之中。 收益管理通过对价格弹性和客户需求的分析,进行优化定价方式,已经显示出局限性。 因此,下一次改革的重点应该是调整供应以满足需求,使得供应衔接优化更加可行。 这将在汽车租赁车队规划和商品推销领域得到初步应用。 第三,客户关系管理和收益管理的结合则是未来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大部分收益管理的数据库与客户关系管理的数据库并没有紧密关联, 而这种结合能够使企业得到客户终身价值的最大化。 总结一下,收益管理最早出现在美国航空业, 而后逐渐扩展到酒店业、运输业、汽车行业等等, 经历了重点到面,由意识性库存向全行业应用。 未来,收益管理应当注重应用领域、技术突破和理念改善三个方面, 逐渐实现行业多元化发展,将供应链纳入到定价体系之中, 并实现与客户关系管理的结合。 收益管理的发展过程就讲到这里, 感谢你的参与,我们下次再会。 同学您好,我是中山大学旅游学院老师曾国君, 欢迎来到收益管理课程,本节课主要与你一起来了解收益管理的研究进展。 为什么我们要关注收益管理的研究进展呢? 第一个原因是近几年的收益管理的文献越来越多, 并且研究涵盖了多个领域, 研究的主题变得越来越复杂。 而且,收益管理的不断应用和传播在实践中指导了多个行业, 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说, 厘清收益管理的研究发展似乎迫在眉睫。 第二个理由为横向的对比, 对比国外,国内关于收益管理的研究比较少, 单一研究某个问题,缺乏系统性。 以收益管理的文献中述来说, 国内相关数量少, 研究视角和焦点单一重复。 因此,有必要关注收益管理的研究进展, 加强学术界对该领域的重视, 关注前沿趋势, 进行系统而完整的研究, 从而为收益管理在各行各业的战略规划, 管理实践,提供有利的参考。 文献中述最重要的就是文献了。 那么如何选取合适的文献作为研究样本呢? 最重要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选择优秀的期刊。 我们在SJR数据库上搜索 Turium, Nature and Hospitality Management 这样一个类别的期刊的文献。 前21名的期刊均属于第一区的期刊。 说明他们在接待业和旅游业的研究领域中 具有较为重要的影响,期刊的质量、 知名度受到世界范围内的认可。 在大面积筛选之后, 本研究考虑了两本特殊的期刊。 一本叫JVM, 第二本叫JHTM。 尽管他们当时都不属于第一区的期刊, 但是他们对收益管理也非常关注, 因此我们将他们纳入检索范围。 总而言之, 首先需要确定接待业期刊的检索范围, 然后检索收益管理中枢类文献, 最后再总结检索的文献 以及所在期刊的情况, 确定文献的选取。 获取原始文献数据后, 我们的文献中枢需要对文献进行筛选, 提高有效性。 本研究通过文献的题目和关键词来判断, 并结合合理的时间段选择, 获得样本文献176篇。 接下来就是研究方法。 研究选择了文献中枢最常用的量化内容分析方法。 那么,什么是量化内容分析呢? 这种方法将文献按预先设定的框架进行梳理和分析, 能够清晰地展示将文献在一个确定的时间轴上的研究进展。 首先,需要对文献进行编码。 编码应该尽量控制减少主观性, 以结果的一致性、稳定性减少编码人员的主观性。 最后,就是确定科学合理的研究框架。 本研究将框架分为作者的国别、 研究机构、论文作者、被研究的区域、 研究领域、研究焦点、研究视角、 研究类型以及研究的方法九个部分。 研究首先发现,随着收益管理的范围在不断扩大, 不同学者们对收益管理的研究有着不同的视角, 因此对收益管理的概念有着不一样的认知, 主要包括以下两种。 一些文献强调,收益管理主要关注市场细分的重要性, 力图全面准确地描述收益管理的内容, 包括收益管理的市场、运作机制和企业目标等等。 另外一些文献则强调,收益管理依据需求预测合理定价, 使得每单位库存的收益最大化, 使价格敏感型顾客能够在非高峰时代享受价格优惠。 研究通过关键词的检索分类, 发现尽管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 但研究的重点仍然具有相似性。 基于这一点,本文认为收益管理是通过定价管理, 库存优化、容量控制与预定控制、 市场细分、需求预测、竞争群的管理, 以及现代信息技术实现收益和利润的最大化。 接下来是收益管理的研究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本部分文献集中于接待业领域的这种收益管理, 而航空运输业被归纳为运输业领域。 收益管理在旅游业和酒店的分支领域, 包括了酒店、餐厅、高尔夫俱乐部、 邮轮、博彩、旅游景点、主题公园、 会议及功能型场所、 温泉会所、旅行社、 或者是旅游代理商。 基于这样一个观点, 我们可以得到第一个判断, 收益管理的概念范围广泛, 研究领域多元, 研究焦点呈现多样化的趋势。 可以看到, 收益管理的范围也在不断地扩大, 从核心要素拓展到七个核心过程及影响要素。 进一步结合现实情况的发展, 关注消费者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收益最大化。 以往的研究中, 接待业领域的收益管理往往是酒店业与餐饮业的收益管理, 随着研究深入与行业发展, 收益管理的研究领域逐渐延伸到博彩、游轮、温泉等行业。 这种多领域的协同发展, 有利于收益管理研究的深化, 使概念框架更加完整。 最后是研究焦点。 虽然研究焦点越来越多, 但是定价策略仍然是收益管理最重要的研究对象。 这是因为收益管理在应用之初, 企业更加关心赚钱与需求预测等方面的问题, 随着新兴问题进入研究视野, 关注焦点变得丰富多元。 比如,消费者行为视角下, 关于顾客感知公平性的研究逐渐增多。 而且,在信息技术发展迅速的环境下面, 线上分销渠道、线上预定控制等研究问题也开始受到重视。 并且当前的收益管理研究缺乏理论框架的构建, 不利于收益管理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 未来仍然需要更多的关注概念与理论构建, 更多引入定量与定性混合研究的方法来弥补单一量化研究的不足。 在研究视角方面, 统计排名为市场营销占35.8%, 消费者行为占23.3%。 这两项研究极具关注度。 其余研究视角的排名一次为运营管理、战略管理、财务与会计、 其他人力资源管理、信息技术与信息管理系统等等。 接下来我们看看结论二, 基于消费者行为视角的定价研究仍然是收益管理研究的主流。 消费者行为与定价策略是收益管理研究出现以来被学者们主要关注的话题之一。 但在不同的时代, 研究焦点也能引申出新的研究问题。 在近年的研究中, 研究者们开始关心顾客的感知价值是否能够影响定价策略的制定。 未来的研究中, 收益管理定价策略如何影响顾客的价格敏感性 也是值得学者们探讨的问题。 前面已经介绍到收益管理的应用, 需要借助数字模型、大数据算法等技术。 因此,收益管理的研究方法以定量研究为主。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三。 收益管理以定量研究为主, 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多样化。 定量研究方法占主导地位。 在短期内,定量研究仍然是主流, 但从长期来看, 混合研究方法可能会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采纳。 混合研究方法能够将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的优势相互补充, 取得更好的研究效果。 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呈现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这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 比如数据库和数据机构的兴起。 但是仍然需要注意的是, 数据的获取途径大多数都是单一的。 总体来说, 收益管理研究类型以实证研究为主, 并且定量研究处于优势地位。 定性研究方法使用相对匮乏, 容易导致研究的全面性不足。 大部分学者的研究是问题导向而非方法导向, 说明收益管理研究者更加关注用相应的方法解决时间问题, 对研究方法的创新并不关注。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你的参与, 我们下次再会。 同学您好, 欢迎来到收益管理的课程, 本节课我们继续来了解收益管理的研究进展。 我们上一节课讲到了收益管理的研究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接下来我们继续讨论收益管理研究的合作网络, 主要是研究机构, 研究焦点等等。 高水平研究机构存在着较强的合作网络, 北美及中国港澳台研究机构数量占比比较多。 这个表中对研究样本评数排名前12位的研究机构进行了统计, 超过半数的高水平研究机构在美国, 说明美国的接待业研究领域的收益管理的研究网络十分发达。 中国港澳台地区的研究网络也比较发达, 香港理工大学位居第二位表现出核心机构一定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优势。 这一个表格反映了核心作者的研究领域、 研究焦点、研究视角等详细信息。 绝大部分核心作者来自于美国, 在研究领域方面多集中在酒店与餐饮服务。 研究焦点方面,定价策略等方面的研究是所有学者密切关注的话题。 研究视角方面,市场营销,消费者行为占多数, 并且研究视角与研究焦点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可以认为,收益管理领域的高水平机构与学者主要集中在美国, 中国港澳台地区, 他们设计的研究焦点和研究视角都较为广泛和多元。 核心研究者的研究领域主要是酒店和餐饮领域的收益管理, 其他领域尚未出现极具代表性的研究者。 随着中国学术水平在不断提升, 接待业中收益管理的实践不断深入, 中国大陆的国际影响力在稳步提升, 仅次于美国和中国港澳台地区。 从收益管理的研究领域来看, 酒店住宿和餐饮服务仍然是研究的核心领域, 理论来源于实践, 这主要因为二者在接待业占据着主导地位。 其次, 博彩行业收益管理的研究与应用也逐渐成为热点, 这与被博彩行业的区域性有关系。 例如, 美国拉斯维加斯和中国澳门的区域因素, 使得该地区博彩领域的收益管理行业实践与理论研究较为发达, 从接待业延伸至博彩业、 游轮、温泉、高尔夫行业的管理。 多领域协同发展有利于收益管理研究的深化, 使得概念框架更加完整。 与此同时, 全收入流的收益管理成为大势所趋, 众多研究领域也是相互交叉, 延伸出更多特殊的情境与更加多元复杂的研究问题。 那接下来, 让我们来看各个地区的研究视角有着怎样的差异呢?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到, 消费者行为和市场营销是热点研究视角。 具体来看, 美国学者的研究领域、 研究视角最为广泛。 中国及荷兰学者着重于市场营销方面的研究, 对其他视角下的研究关注不足。 这与这两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核心研究者的研究领域有很大的关系。 不同研究区对应的不同的研究视角, 这是因为不同地区收益管理的发展与应用存在着差异, 为了更能契合当地的情境, 学者对其关注的视角也不同。 具体而言, 市场营销与信息技术视角下的研究针对的都是本国市场与技术环境。 在研究消费的行为与市场营销等问题时, 大部分国家的作者都关心本国和本地区的市场环境, 以及本地消费者的消费习惯等等。 由此, 我们得到了研究结论六, 研究存在的区域差异, 研究方法和研究问题相互契合。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者的研究视角有着明显的差异, 这与该国或者该地区的核心研究者的研究领域有着很大的关系, 也与当地收益管理实践应用情境有关。 但消费者行为和市场营销是热点的研究视角, 目前收益管理的研究绝大多数是问题导向, 研究方法是解决研究问题的工具。 研究焦点和研究视角决定了研究性质, 从而影响研究方法的选择区域。 从整体学科发展来看, 跨学科的合作和研究增加, 这有利于学科间的交叉和融合, 并且核心学者发挥着引领作用。 但我们仍然需要关注前沿趋势, 以理论发展促进时间进步。 那么收益管理到底是如何进行的呢? 即收益管理如何在企业中开展运作, 又呈现出哪些变化趋势呢? 下面,以酒店业为例, 收益管理流程包括, 数据收集和分析, 市场分析, 预测, 定价, 防量控制和渠道合作等等, 只有建立起正确和高效的收益管理流程, 才能通过运用收益管理体系来确保酒店和航空公司等行业的长远发展。 逐一分析对收益管理流程的实施步骤, 可以总结出以下特点。 流程中的数据处理步骤呈现出三个转向, 一是从数据收集转向数据分析, 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数据分析的重要性。 二是关注竞争对手的数据, 过去大多数酒店的决策只依据自己的数据进行决策, 缺少对整个行业的了解, 因此无法找出最佳的收益模式。 三是对大数据的使用, 随着数据分析的应用, 企业经营者开始对新数据进行分析, 细分市场更加明确, 一是对细分市场的概念更加清晰, 更加关注不同渠道带来的收益, 二是更精细的细分市场。 在预测上越来越追求精确性, 并且结合自动化系统, 定价也更加具有针对性, 于是更加细分的市场调整定价结构。 以往的根据淡忘记或者竞争对手的价格定价, 容易造成无止境的价格战, 价值才是价格的基础。 第二, 是从经验定价到科学定价, 使用科学精准的统计分析工具进行定价, 在防量控制中重视操作的时效性, 并且在渠道中重视合作关系, 收益管理要处理来自于各个环节的数据, 迅速做出决策并及时将决策付出实践。 自动化的收益管理工具能够获取更多的数据来源, 更快地进行分析, 并在决策时给予更多的支持。 可以认为, 收益管理信息系统在行业实践和学术研究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收益管理信息系统处理和产生的数据, 不仅能作为一手数据直接应用于学术研究, 其数据库或者数据机构所提供的数据也能作为学术研究数据的重要来源。 收益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构建、运行管理, 也吸引了一批跨学科的研究者的合作与研究, 促进了学科间的交叉与融合。 未来,收益管理的研究将朝着多元视角、多元焦点的方向发展。 总而言之,收益管理的研究进展具有国别、研究区域、研究焦点等方面的差异, 它们之间又相互影响, 并且随着实践技术的进步,收益管理也在不断地进步。 关注现实、指导实践, 这正是收益管理的应用价值。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你的参与,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